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包括这五个重点 首先是高等教育的现况 然后接着是学历有用或是没有用 然后第三个是谈谈大学生的练习 第四个是大学要学什么 然后第五个是在南华大学有什么特色要怎么学 我想我们台湾的高等教育的现况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的学制是6334 小学有6年 国中有3年 高中有3年 大学有4年 目前大家如果是读高中就可能进入普通大学为主 如果是高职就进入科技大学或是技术学院 那我们目前全台湾的这个大学加学院加专科 总共有152首 那就录取率来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多元录取的方式 就总的来看 录取率应该是非常高 就以2020训练度来看的时候 录取率是所谓91% 那当然台湾现在有面临到稍子化的问题 还有高联化的问题 那稍子化问题就是冲击到大学招生会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实力大学会越来越困难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说 因为在那么高的大学的入学历之下 那到底学历有没有用呢 就是大学这个文凭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呢 就像这边所讲的 因为基本上高中生百分之九十几都会进入大学的 所以就有一个观点叫做文凭无用论 也就是说学历贬值的 学历贬值的 这个是目前可能会听到的一个论点 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要强调说读大学绝对是有用的 那有没有用呢 可能要看自己是怎么样来就读大学的 我们在学历上面有提到说 学历代表一种文化资本 它就是表现在一种言行举止上面 这是一种教养 所以文化资本呢跟社会地位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在社会学里面的一个观点 一个理论 那我想另外呢 我们都知道说读大学 当我们有了比较好的知识跟能力的时候 当我们出去就业 或是做各种事情的时候呢 会获得比较多的机会跟报酬 那因此呢就可以让家庭地位流动和上升 像我们常常看到 有所谓说原来家庭可能是贫富 是弱势的家庭 但是因为读了大学以后 他就获得比较好的工作 还有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理想 那所以这边讲的 这就是代表说读大学绝对是有用的 但是呢会有一种讲话就是说 大学毕业有没有大学的能力呢 那我想这个呢就是要看自己的 像各位如果刚进入大学 刚从高中进来 那你有没有规划好呢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可能会进一个系里面去 那我们除了系的专业以外 还要不要学别的东西呢 像现在常常在讲一个叫做 斜杠的人生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要有两个专长以上 这样呢对于未来的发展会有帮助 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注意的 那我这边举一个日本的学者 叫做金子圆九 我们谈到他的理论呢 他是认为说大学生可能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说 他对我对自己的认知 还有对社会的认识 他的程度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能力 自己想要读什么 有很强的很清楚的认知 还有呢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 也很清楚的能够了解到 那如果这两个都比较强的人呢 有一种就是高度匹配型 因为他很知道啊 自己要怎么努力怎么读 还有自己进入哪一个系 要怎么努力 他很清楚 那第二种呢 比较独立型的就是说 可能对自我认知比较强 但是对社会认知稍微弱一点 他会看情况 而去决定说 自己在大学里面可以怎么样的 去追求自己所要的 那第三呢 就是说 这两种认知 所谓自我认知和对社会认知 这个都不是很强 比刚刚那稍微弱一点 所以他是说 我进到大学以后 我再来看看 是一种被动适应 被动顺应的这种方式 那第四种呢 排斥型意思就是说 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大学 对于自己想读什么 可以读什么 要追求什么都不清楚 所以我想呢 请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 各位新进的我们的同学们 你可以想一想 你是哪一种类型呢 你是不是已经清楚地确立 自己读大学的目的呢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你以后读的专类 跟未来就业 是否有相关呢 当然我们是希望 最好是有相关 如果以后 从事跟目前的专类 不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说 在大学就是要把你的 基本的能力培养好 那这样你将来才有 转换轨道的空间 那我想 大学到底要学什么 我们都不得不特别强调 应该是建立良好品德 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 就是做人跟做事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很好的品德 特别是没有很好的价值观 我觉得对于做一个事情 基本上应该是拥有什么认知 用什么价值来判断 这个应该会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 一定要好好的建立这种 所谓良好的品德 跟价值信念 这样对大家才会有帮助 然后其次就是加上 专业的知识跟能力 那这个就是要从戏手 从学院 或是你去修这个 所谓双专长等等的 辅系 就是专业的知识跟能力 是一个未来就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所谓终生学习的态度 因为知识都是有时间性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要有不断学习的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不断的要追求新知 现在都在讲终生学习 然后再来第四个 我们要强调外语的能力 因为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 如果没有一种外语 那种外语 最好也是能够拥有一定的能力 那这样呢 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就会受限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其实呢 第五个就是做人和做事的方法 我想做人毕竟是很困难的 要把人际关系处理好 还有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做事 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就会有良好人际互动的 这种素养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办法在群体 没有办法在社会 没有办法跟别人好好的相处的时候 那他一定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那所以呢 我们会强调说 在大学里面呢 就是要知识加技能加态度 态度应该就是有包含第一点的良好品德和价值观 那所以我们来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除了系里面的课程以外 最好能够参加社团活动 能够参加系上的很多活动 甚至于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体验 甚至于出国去 我们南华特别强调这样的机会 给予很多出国的奖助学心 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 希望大家好好利用 然后我想我们南华目前就是以生命教育 跟环境永续作为伴学的出众 那生命教育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说 品德跟生命价值观的问题 那环境永续是因为地球现在面临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身为每一个分子 都应该好好的维护环境的永续 南华呢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 有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大学 然后呢 又是国际化的校园 因为我们南华里面有很多 从外国来的学生 所以你常常可以听到国际上的语言 这个就是你扩充 人际关系最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我们南华实质非常优良 环境非常优雅 设施又完善 宿舍又非常好 所以是一个读书很好的地方 那我想建立正确生命和价值观的部分呢 我们一个是对自己 我们要有一个自省的能力 然后呢 要建立利益他人的这样的观念 所以自省利益他 我想人生 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在这里 要改善自己的缺点 然后要去做有助于他们的事情 我们不能凡事只有想到自己 所以自省利益他 这四个字是很值得来提倡的 然后其次就是 你一定要认真的利用资源 修读专类的资能 他读大学的时候 就不像高中的时候 因为高中呢 高中的老师会一直督促你 为了要考好大学 要读书 到大学以后 基本上大学的导师 老师都不会逼你 都要靠自己自足 自动的学习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培养良好做事态度 希望积极服务的态度 这是一种态度 就是说一种观念 如果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到处人家都会欢迎你 都会很喜欢 像还有呢 多和老师及同学等互动 这个就是在培养人际关系 培养人际沟通的能力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呢 最后呢 我们就是要祝福大家 进到南华来 你的选择是绝对是没有错的 但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说 我为什么来读大学 把这个先弄清楚 先确定好 那你读了哪一个系 然后就好好把这个系 跟自己的兴趣 跟自己未来的发展 做充分的结合 那这样你读起来 做起来才会 动机才会强 然后才会读得很高兴 然后其实就是 好好利用南华的 这个资源 相信在南华这样的环境之下 还有南华所提供给大家的 这样的学习的资源 大家一定可以 获得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 最后祝福大家能够顺利学习 能度过自己所期待的校园生活 然后以后就继续去追求 自己未来的幸福的人生 或是继续读书 或是工作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想 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读大学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